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脑缺血病变 小脑病变 脑部病变 脑外伤 母鞋类似的颠接等 此外 植物神经功能失调 以及母鞋神经症的病人 也常常出现头晕的症状 第二 耳部疾病 如耳内疾病影响到平衡而引起头晕 第三 是内科疾病 比如高血压病 低血压病 各种心脑血管病 贫血 感染 中毒 低血糖等 第四 感冒 有时候感冒可能会复旦有头晕的症状 第五 是颈椎病 由于长期滋事或者睡姿不良 造成颈椎增生 变形 退化 颈部肌肉 扯紧 动脉供血受阻 使脑供血不足 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六 临床统计显示 失眠引起的偏头疼患者比例为65% 这个组等于是颜色的状况 顿色的与信息 的致跟烊指引重纸症 293 长期来表示